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触到了咖啡以后 咖啡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成就感 我能学的方面非常的多 就非常的吸引我 对咖啡就很感兴趣了 我是艾克拜尔巴拉提 今年呢是快要28了 我是从业十年的咖啡师 别人叫我咖啡阿老师 我的家乡是巴英国冷蒙古自治州 现在是在和田市工作 在我每一次制作咖啡的时候 都会详细认真的登记每一杯咖啡的制作时间 制作参数 就比如我用多少客服 还用什么样的咖啡豆 它的一些风味是什么样 我个人喜欢的咖啡口味 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就是平衡 不会让某一种味道太过于突出 让这几种味道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 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种非常突出 非常刺激的感觉 就入口的时候就比较顺滑 不会有那种抵触性力 大概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吧 就是初中读完了以后就开始工作 我做过的工作还挺多的 我最开始的话是在手机店做销售 后面在家具店做销售 在房产中介做过二手房中介 做过好多次床业 开过饭店烧烤店 在酒店做过客房服务员 接触到了咖啡 去做的咖啡就一直做到现在 开过咖啡工作室 咖啡门店 先是在新疆做了两三年咖啡以后 就去了乌鲁木齐 西安 然后重庆 杭州 一吴 最后去了上海 我每次选择的城市可能都是更大 或者是发展得更好 或者咖啡氛围更好的城市 就是为了能学习到我们国家 现在目前咖啡的最高水准的技术 和认知还有理念之类的 我就提升最快的一段时间 可能是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 除了如何制作咖啡以外 那家店能改变我的是如何做一件事 如何创业 如何做好一个人 各方面都对我有非常大的提升 咖啡技能当时在上海 参加了很多比赛 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 像一些咖啡拉花比赛 还有拿到上海前四这些奖 我之所以能坚持制作咖啡这么多年 是因为咖啡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成就感 最开始咖啡吸引我的是它的拉花 我第一次做出了一个爱心形状的拉花 当时我挺兴奋的送过去给顾客喝 我就远远地看着顾客拍照 我就非常有满足感成就感 我从那时候开始就钻研咖啡拉花 每天练习 这一系列的工作 我都是在不断的成就感中 给我动力让我去坚持 之前我来和田我想要喝咖啡 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店 但是这个城市也不缺乏很多喜欢喝咖啡的人 这个城市很多人对咖啡的理解就是完全错 我觉得它是一个又贵又难喝的东西 喝了还会难受这样 就想的是这地方可能就更需要我去教他们怎么样去喝咖啡 或者是去跟他们讲 给他们去做更好喝的咖啡 在2020年6月我是工作生活全部搬到这里了 来这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培训一下咖啡店 我只有先交给那些想要开咖啡店或喜欢喝咖啡的人 他们才会传播给更多的人 咖啡理念就是咖啡的理论知识 咖啡文化 咖啡技术 然后运营那些方法怎么样去开店都会交给他们 为了保证我们每一杯咖啡的口味一致 然后我们一定要严格的把控我们的每日参数 理论教起来就非常难 他们很难理解 比如我会教会他们在调制咖啡磨豆机的时候 调好了以后他就按那个标准出了 但是他们在实际运用的时候 调好了以后到了中午或者到了下午 参数配比完全就变了 需要重新调试 然后他们就会问我 我早上明明是调好了 我也没有动任何的东西 他为什么会出来的那个流速 跟早上我调的不一样 然后就会给他们讲解 可以贴一些自己的一些报款产品 我会去帮他们设计 或者是帮他们怎么落实这件事 我也会偶尔去办一些咖啡的活动 去推广咖啡文化 就比如手冲体验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分享会 然后我们就免费的去分享 我们进过来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咖啡豆 就给他们讲解这咖啡豆的由来 我们的充足和爱 充足思路 陆陆续续这两地 差不多交了十几二十个学生 其中有将近十个人是开店的 其他是喜欢咖啡 想要去大城市或者别的城市 去从事这个行业 和人抵触的味道那绝对是不好的味道 和天最吸引我的地方的话 可能就是这里的人吧 很淳朴 很善良 这里的美食啊 还有这里的气候环境 方方便便都挺吸引我的 最吸引我的其实 莫名其妙的归属感 感觉我就是这里的人 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外地人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非常的喜欢这里 我的女朋友就是和天本地人 当时就是在网上认识的嘛 就在这家咖啡店见了面 他就偶尔回货了 熟悉了 最后就在一起 我有任何的问题 他就会过来帮我 他们一滴很多人 白糖卖提拉米醋 刚好自己也会做吧 就跟朋友说试试别 试了一下 没想到就火了 大家的反馈都非常的好 而且基本上每天都是回头客 有成就感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这个咖啡味 这个草莓味三十 然后其他这两个口味是二十八 在我自己喜欢的城市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也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生活 每和三百多年都没有做得到 我家咖啡店 我家咖啡店 来文化 你会和这家咖啡店